前面咱学了动量定理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系统所有外力的充量的矢量核 等于物体系统总动量的变化 那么如果系统不受外力 或者所受外力的矢量核为零 那这个充量的矢量核就是零 那么系统的总动量就保持不变 再称为动量守恒定律 从这个定义中 咱知道系统动量守恒的条件 就是不受核外力或者核外力为零 下面具体看几个例子体会一下 比如在光滑的冰面上 冰壶球发生了撞击 对于这两个冰壶球所组成的系统 它们撞击的作用力是系统内力 而外力只有重力和支持力 核外力为零 那么撞击前后系统动量守恒 再比如光滑的水平桌面上 两个小车通过系绳拴在一起 A车上既有一根轻弹簧 与B车接触并处于压缩状态 现在稍断细绳 那么两个小车的总动量守恒吗 两个小车之间的弹力也是系统内力 整个系统的核外力同样为零 所以也是动量守恒 当然在上面的例子中 由于没有绝对光滑的冰面和桌面 所以系统受到的核外力 严格来说可能并不是零 但是当内力远大于外力时 可以近似看成系统的动量守恒 所以说内力远大于外力 也可以近似作为动量守恒的条件 好了 这就是动量守恒的内容和条件 咱之前还学过机械能守恒 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咱还是通过具体例子来分析一下 光滑的水平地面上有一辆平板车 车上有一个人 原来车和人都静止 那么人从左向右行走的过程中 动量和机械能是否都守恒呢 人和车组成的系统 在水平方向上始终不受外力 数值方向受力平衡 因此动量始终守恒 初始动量为零 所以整个过程动量就一直为零 那么人往右运动 车自然就得往左运动 而一旦人停下 车自然也得停下 动量分析完了 看机械能 系统机械能守恒的条件是 除了重力和弹力外 没有其他力做工 这里面人做工 人体生物能转化为机械能 那么机械能一定增加 不能守恒 咱再看一个例子 在光滑水平面上 木块A B 用一根轻质弹簧连在一起 一颗子弹水平收入木块A 并留在其中 那么从子弹打入木块A 一直到弹簧被压缩至最短的过程中 子弹两木块和弹簧组成了整体系统 动量和机器能要分别是什么情况呢 还是先分析动量 子弹两木块弹簧组成了系统 它们水平方向上不受外力 数值方向上受力平衡 所以总动量守恒 再看机械能 子弹收入木块的瞬间 有部分机械能转化成了内能 所以系统机械能不守恒 好了 关于动量守恒就讲到这里 注意它的条件 是系统不受外力 或者外力矢量合为零 如果内力远大于外力 也可以近似认为动量守恒 注意它与机械能守恒的区别 机械能守恒的条件是 除了重力和弹力外 没有其他力做工 你可千万别搞混了 好了 就等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好 好